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單元我介紹的是 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 那這個單元其實也打十分 這個考試算是大重點 那我坦白說啦 就算不是考試啊 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啊 你常常用到 這個你之後如果你對這個 叫什麼東西啊 對於那種愛心 想要去捐獻你的愛心的話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譬如說跟愛心有什麼關係 譬如說你想去買一些什麼 幫助窮人啊 然後你買一些什麼樂透彩券 裡面會有什麼百分之 我記得好像百分之三 百分之多少 會幫助那些貧窮的人 那當然有人幫助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用排列組合 去計算出來一個機會比較高的組合 OK 好 那我先看第一個單元有介紹的是 懲罰原理 好 懲罰原理 好 第一個你看懲罰原理 你把它畫起來就是 如果我要完成某一個世界 需要K個步驟的話 那麼每個步驟的方法 如果分別有 M1 M2 M3 一直到MK種的話 那麼完成此世界方法 總共的就有 M1 x M2 x M3 一直到MK種 什麼意思 呃 我不舉個例子好不好 好 我舉個例子 就以這題外講吧 比如說有一個人呢 從高雄 這個圖就看到了 從高雄到台南有兩種走法 從台南到台中有三種走法 那麼請問你 我從高雄到台中一共有幾種走法 你覺得你會用加減乘數裡面的哪一種 你要想吧 如果你從高雄到台南到台中的話 分別是不是有A x 你這邊寫的 A x 或者是 A y A y 以及 A z 這樣是三種 所以你就說 我從高雄到台南 如果選擇A的話 那台南到台中不是有三種嗎 所以對A而言 我就有三種路線可以走 那對B呢 你是不是也是一樣 你會有三種路線可以走 所以選擇總共有幾種 六種 所以相當於什麼情形 相當於說這裡有兩種 這裡有三種 然後我就用懲罰 這樣你聽懂我意思嗎 會啦齁 好 那簡單的說 你怎麼去判斷說 到底是要用懲罰原理 還是等一下我們要用加法原理呢 我先講一下 懲罰原理是這樣子的 跑一起來去齁 彼此啊 不會同時發生的 不會同時發生的 我們用就是用懲罰原理 那有可能同時發生的呢 我們用就是用加法原理 對 怎麼樣 好 會反攻是不是 好 那我們再 這樣好一點點嗎 還是不行 拿去跟別用 好吧 不好意思啊 那個這樣子好了 我盡量趕工好不好 去買那個布幕 把他拉下去 對不對 你有定了 大概可能你太會倒了 OK 所以總共有六種方法 好 那所以你看到技巧的部分這邊 這邊剛剛我們告訴你 我們如何知道說要用懲罰原理呢 第一個 我們去看分步驟 就是說比如說我從 一到二總共有三種走法 然後呢 二到三 不要問一到二 用A到B 假設我說 A到B有三種走法 或者有三種方式 然後B到C呢 又有四種方式 那麼像這種分步驟的話 有先後順序的 我用的是什麼方法 用的是懲罰原理 聽懂嗎 會啦 可是有另外的情形 是要用加法 我們後面講到的 先說好了 譬如說 我從7-11到你家好了 好 走路呢 有兩種路徑 坐公車呢 有三種號碼 有三種公車可以坐 那請問你 我從7-11到你家 能夠有幾種 五種 像這個就是有可能 同時發生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 它是同一個步驟裡面的 我就是用加法原理 這樣聽懂嗎 如果有先後順序的話 我用的是 承法 這樣會不會 可以啦 好 這個你把它擠上去 我把它擠上去